我這對服貿協議來講的第一個觀點 其實借重媒體廣告媒體的一個句話 就是服貿協議就要像服貿熱衣一樣 要熱熱喝才能快快好 那如果今天講是現在已經過了將近半年之久 就快八個月了 看起來那個服貿熱已經不是那麼熱了 但是趁他溫溫的時候趕快喝還是會有點效果 最怕是冷冷的喝 那些藥粉可能還卡在喉嚨裡面 那就很糟糕了 這是我對服貿協議的第一個看法 就是說其實它其實是一個對台灣經濟的整個整體發展 或者相關的產業發展來說 其實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那其實如果今天假設能夠盡早的審議通過的話 我們覺得這樣子對國家的一些想法來說 或者整個國家的觀點來講 其實相對有幫助的 我在我參加其實因為服貿協議 就整個國家來講其實是有利的 對我個人來講感覺上有點吃力的 因為剛開始從去年的6月20幾號開始簽署完之後 然後因為我所屬的機關是商業發展研究院 所以剛好服貿協議對到我們這邊 剛好都是商業服務業 那工作量突然大增了 有的時候疑惑都覺得很辛苦 參加服貿公聽會 其實我將近個人好像參加四場到五場次 每一場次其實我都一直跟相關的理會代表都提到說 為什麼我們要簽服貿協議 先不要講說它其實對台灣有帶來什麼好的影響 第一個先不要講 先講為什麼要簽 其實很簡單 之所以簽署服貿協議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對中國大陸 本來就沒有那麼開放 而且其實大家可以去思考一個觀點 就是說在2002年我們開始加入到WTO的時候 其實我們對WTO的相關的會員國其實已經做了非常多的承諾 那當然剛才有特別提到說 他經濟系統的鄭秀雯林志老師有特別提到說 我們加入的時候是以開發國家 但是那個時候我們談判談出來就是以開發國家身份進入 那中國大陸不知道他的當時的發展 但沒有那麼好說他是以開發中國國家進入 OK 當我們今天進入到WTO之後 其實我們有相關的協議跟承諾必須要遵守 當然台灣是一個很負責任的經濟體 所以他對了其他的是WTO的相關會員國的確都遵守 但是我們對了一個會員國沒有完全增長 那就是中國大陸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本來喔這一定要特別強調 本來我們就應該要比照我們做的承諾 比照其他的國家對中國大陸開放 但是我們都知道當時的整個社會結構跟氛圍 還有中國大陸對我們來講有可能有相關疑慮 所以我們其實暫緩 那逐步的慢慢開放 也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要先知道台灣對中國大陸來說其實是一個不公平 等等沒有開放 不公平的對等的待遇 所以中國大陸其實有很多的反應 他其實透過不同的管道 其實一直希望說我們能夠先拉平 還不要講說先優先的開放跟優先開放 並不是只是說先拉起原來的 我們做的承諾開放 那這次簽署符貓協定最早的前提其實是這個 所以我們並沒有多開放的看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那現在為止我們簽了符貓協定 先不要看這個數字上開放的數字 本來我們就已經得利了 第二個是現在我們在開放的時候 我們到底有沒有把中國大陸的所面對的對待 恢復到原來我們承諾起來 國家卡布丘的水準 坦白說比照的講還沒有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 我們到底有沒有對中國大陸有額外開放呢 其實是沒有的 那這是第一個 我們必須要跟各位大家說 所報告的部分 第二個是 好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在 不管是去年 其實相關的一些經濟部的相關的次長也昭示了 我們要跟很多的國家開始簽雙邊的行李 那馬總統其實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也特別提到說 我們開始要加入TPP 剛才其實各位老師都有特別提到 那我想問是 如果今天服帽簽了都那麼困難 我們要怎麼去加入裡面呢 那當然有很多的老師 可能會從其他的政治的 國際政治的觀點來說 那因為我不懂國際政治 我就針對從經濟角度來說 其實它顯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我們的整個社會 可能剛才兩位老師都特別提到 我們的社會其實都沒有準備好 要對外面開放 如果今天假設你去問業者說 然後我們簽署了相關協定 然後全世界開始對我們開放市場 大家的業者都舉手贊成說好 但是如果今天我們要跟業者說 但是我們開放是對等的喔 當我們要求它開放的時候 我們自己的市場要對全世界開放好不好 業者開始就有限機率了 但是這個疑慮呢 當然對業者來說它是正常的 但是我們必須要交往它 因為所有的開放都是相對的 所以我覺得這次服貿協定 其實如果以積極的事情的角度來說 它其實讓台灣的社會跟所有的民眾去看待 認真看待什麼叫做對世界開放的這個角度 不只是世界的市場對我們業者做開放 我們也要準備把自己的市場打開出來 然後讓全世界的業者進來 那當然WTO在加入的時候 我們已經讓了全世界的相關的業者 有競爭業者進來了 那這次我們開放中國大陸 難道我們真的抵不過中國大陸嗎 其實我們之前在多次的 在很多的會議當中我們一直跟各位說 這次開放是服務業 服務業其實跟那個相關的人力成本 其實還沒有太大相關 我們只是考慮到說什麼叫做很好的服務業 其實一般而言發展很好的國家 才會有很好的服務業出來 在WTO加入的時候 美國歐洲這些很好的先進國家 其實很好的服務業都進來了 我們其實也慢慢享受到它的很好的服務 服務業不能只從業者的角度來看 其實它會不會受到競爭 對消費者來說我們受到很好的服務 其實我們可能用一個比較合理的價格 想要喝到服務 對消費者來講是有利的 拉回來看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算是比我們開放跟先進的國家 是屬於這樣的國家嗎 其實不見得 我們其實也很 也應該要很放寬一些來看看 它可能會端出什麼樣好的服務 如果今天假設先進國家優良的服務 我們都不怕 在2002年我們就已經開始享受它的一些相關服務了 我們為什麼要擔心中國大陸的相關驗證 如果中國大陸的相關驗證真的提供很好的服務 那太好啦 那我們消費者就用心的享受它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 其實開放來說其實是非常的有利的 所以我們參加很多次的公聽過 我其實都一直在期望得到一個效果 那就是說好 那我們現在慢慢要開始面對了 要有一個很好的認識 開放的這樣認識 那我們就要開始去想說好 那一個開放來講 當然或是多或少 會有一些產業會可能會受到影響跟損害 那其實我們很希望說 在透過很多的場合或公立管理 能夠聽到這些產業的業者或相關代表 能夠發出這樣的聲音 讓我們能夠正視 然後我們就知道說怎麼來因應 不管是救濟補償也好 輔導也好 或者是轉型的相關輔導 這都是我們希望做的 但是很可惜 因為在公聽會裡面 其實都聽到太多 不屬於實際上實質的這個聲音 所以我們希望說在現在目前 如果今天假設 真的有一些全補行的這個動作出現 我們也希望在冷靜的時候 能夠趕快幫我們想一想 如果今天假設 相關的代表都非常重視 像立法院都非常重視 每個產業的一些發展機會 那應該反而要考慮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那相關的一些輔導做事 能不能準備好 就我們所知道現在 政府雖然積極在準備 但是好像沒有比 之前我們在加入WTO 那個感覺準備的程度高一點 所以這個必須要再做加強 這是我們大家都應該好好的 協助政府來做這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是 我覺得 既然現在後續都要討論很多的FPA 可能服務業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我們台灣很欠缺的是 服務貿易資料庫的部分 其實我們現在目前沒有相關的詳細的統計 央行其實有一部分 但是其實不夠詳盡 也不知道我們的服務 這個出口進口的部分 是在哪些區域跟哪些國家裡面 那其實我們也很 好幾次的場合裡面 我們都講說趕快建制 因為不趕快建制 你沒辦法完全一直在觀測 你也沒辦法去了解說 以後對像現在以後要開始對中國大陸開放 未來要對很多的國家開放 它可能的造成影響是什麼 我們現在常常都看到房間的雜誌 就開始說 哇一下子損失600多萬人的就業 我們就想說怎麼可能 他去把全部的人都放進來來算 然後全部的人都放進來 我們說這是不合理的 他就跟我說 我只說影響啊 不見得完全失業 這些產業受到影響對不對 好像是對 但是這種似是而非的論點 就會造成社會很大的妙跟不對的理解 所以如果今天講的站在說 這次的福貓對後續的FTA的一個效應來講 是不是有的 這邊的效應其實是還是有的 那就是透過剛才我們所講的 我們可以看到自己還沒有準備 有些部分來講 一些認識不清 算不過這樣子的反覆的討論 那像這次的座談會討論 其實我也覺得 它是一個很好的一些發生的管道 讓大家稍微能夠了解 第二個剛才我們講的 準備服務 輔導這些救濟的措施 趕快準備好 那有些相關的基礎資料 也應該趕快堅持 這來影響整個國家 未來發展的一些需要 所以我們希望說 即使在審議當中有些阻礙 即使之前花了很多時間 在收集社會的相關的一些意見 但是我們還希望能夠盡早通過 最起碼讓整個台灣在服務業的業者 其實台灣的服務業非常可憐 它需要一個很好的市場 我們發掘在製造業裡面來講 我們可以看到之前 最起碼 比方說像Acer Asus 這種國際性的廠牌 HTC 可能現在還要再努力振作 但是它最起碼也在國際性來講 在一度裡面 其實曾經有一個 世界性的廠牌出現 服務業其實現在還沒有 其實就欠缺一個很好的市場 中國大陸 第一個市場大 第二個我們對它還蠻熟悉 其實是台灣很多的服務業 打算邁進成為世界市場 是一個重要的國際性的服務廠牌 一個很好的一個基礎 所以我們希望說通過這樣的方式 能夠讓業者跟整個產業 甚至國家的整個力量 能夠到極大化 好 以下是我們的簡單報告